各位安安 阿琳可盈 公務員事務局宣布今年開始 接納2024和2025年畢業的 大學生投考公務員 我們由今年開始會是容讓我們的政府部門 或者是即是在他們招聘的時候 也都接納在讀大學的課程 畢業之前那一年 如果是四年制的學位課程的話 就是讀第三年 或者是如果那個招聘是稍稍早一些做的話 就是將會升讀第三年的同學去申請 這些同學如果去成功的話 就會提早獲聘 他們要符合特定的條件 包括在指名的時間裏面完成他們的學業 拿到我們要求的學歷 在畢業之後就可以加入政府為市民服務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 向北大院校代表介紹新安排 說提早招聘對學生、院校和政府都有好處 可以達致三贏 我們希望上述的措施可以造成三贏 對年輕的學生而言 提早獲得有條件取錄 可以為他們提供更加有保證的前途 亦都讓他們日後得到聘任之後 可以更加專注學業、裝備自己 對院校而言可以更加好地利用資源 協助有意投身公共服務的同學 做好的規劃及準備的功夫 對政府而言 亦都可以更加貼近市場的變化 盡早網絡人才加入政府 中大醫學院分析超過14,000個確診院社長者數據 顯示新冠口服藥最高可以降低超過八成重症率 中大醫學院在去年二月到三月 收集14,617個83至80銀碎確診院社長者數據 當中三成半獲處方默沙東新冠口服藥 百分之三點三獲處方輝瑞口服藥 而其餘六成人就沒有服用 團隊跟進30日病情 發現服用新冠口服藥的患者 入院率同樣降低5成4 重症風險就減少六成半到八成三 中大話衛生署最新數據顯示 院社長者二次感染率高達七成 研究結果鼓勵醫護人員 為合資格安勞院社長者適時處方口服藥 減低病情及醫療體系負擔 全球最大市值晶片商NVIDIA行政總裁黃仁芬 據報計劃今個月訪華 至於電動車生產商Tesla行政總裁馬斯克 朝早結束訪華行程返回美國 繼Tesla行政總裁馬斯克 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等之後 再有美國大型企業高層可能訪華 彭博引述消息說 專門生產人工智能晶片的NVIDIA 行政總裁兼創辦人黃仁芬計劃今個月訪華 與多家內地科技相關公司高層會面 包括騰訊、社交媒體抖音舞公司 字節跳動、電動車生產商比亞迪、理想汽車 還有正是研發智能電動車的手機生產商小米 不過由於未敲定行程 細節可能有變 至於受惠Tesla股價上升 一度重新成為全球首富的馬斯克 星期三晚到公司上海廠房視察 與對外事務副總裁陶林等多個內地員工合照 據報公司因應他到訪 提前展示較便宜車款Model 3改版後的樣版車 他過去兩天在北京期間 先學獲外獎秦剛、工信部長金藏龍 還有商務部長和文濤接見 其中和文濤強調 內地堅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會繼續支持外資企業 再說長期穩定發展 馬斯克贊同中美關係不是凌和博弈 對中國市場充滿信心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 戴蒙在上海出席 摸通自己主辦的論壇時 擔心中美緊張關係影響全球秩序 令前景更不明朗 營商環境複雜程度 是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 美國財政部官員確認 正是籌備推出新規定 限制美國資金投資在部分中國科技行業 包括先進半導體、人工智能 和量子計算等 擔心用在軍事 但未透露執行的時間表 美國又指控中國不開放醫療器械市場 正是與歐盟探討協調行動 中方多次批評私家限制 破壞國際經貿秩序 希望美方放棄零和博弈思維 無線電視記者黃文軒報導 美國眾議院通過暫停實施債務上限的法案 眾議院以314票贊成、117票反對 同國基於總統拜登 和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暫停實施債務上限到後年年初 同時控制財政開支協議所編制的法案 71個和麥卡錫和屬共和黨的議員都投反對票 他們不少是屬於保守派的黨團 主要是不滿削減開支的力度不足 但是由於165個和拜登 和屬民主黨的議員投贊成票 所以有足夠票數通過 卓議院隨即準備表決有關的法案 傾向不容許修訂 期望趕得及下星期一 美國財政部可能耗盡資金 出現債務違約危機之前通過 美國債務違約危機之下 不少資金流向美元避險 利好美元匯價 但是分析相信再升的空間不大 美國眾議院通過暫停實施債務上限的法案 參議院隨即準備表決 期望趕及下星期一通過 債務違約危機陰霾之下 過去一個月市場避險情緒升溫 投資者減持股票 但資金未有流向傳統的黃金避險 而是流向美元 帶動美匯走強 持有美元會有一個較高的利息 但是因為持有黃金本身沒有利息的關係 原則上應該金價會下跌 只不過之前 大家會考慮到美元有很多潛在性的問題 所以分散風險就去買黃金 回到基本面 究竟我們持有黃金的持貨成本 包括機會成本 究竟有多高呢 如果在美國美元利息很高 其實持有黃金的機會成本 其實是大很多的 美國通脹仍然高期 市場預計聯儲局仍然有機會加息 不過分析認為美元匯價已經充分反映加息的預期 短期繼續強勢的機會不大 分析相信 隨著美國債務違約的危機燒除 市場風險 為納將會回升 資金會回流資本市場 金價有機會進一步調整 在滿安市1900美元會有支持 無線電視機者盧沛恩報導 回來本港 私隱專員工處調查說 一間營運信貸資料庫的科技公司 未有採取適當措施 防止個人信貸資料被不當查閱或使用等 涉及大約18萬人的信貸記錄 公處接獲一宗投訴 投訴人說 發現自己在軟梅科技開發及營運的 TE信貸資料庫內的資料 在不知情及未經同意下 被百間財務公司多次查閱 其中一間更加在七日之內 三次查閱它的資料 公處調查發現 財務公司向資料庫付兩元 就可以在引刃內 無限次查閱同一借貸人的借貸資料 軟梅科技並無限制查閱次數 或監察及管理財務公司的使用情況 相關密碼設置 亦不符合網絡安全的基本要求 私隱專員向軟梅科技發出執行通知 指示糾正違反事項 及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 黃色巨型催氣橡皮鴨 下個星期六開始在維港 金鐘天馬公園外面 展出大約兩星期 兩隻高18米的巨型催氣橡皮鴨 上個星期已經在青衣船廠外面試水 下個星期六開始 市民可以在天馬公園 及中西區海濱長廊中環段看到它們 主辦方說視乎天氣等的情況 預計展出大約兩星期 另外港鐵即日開始在18個車站 包括金鐘、中環和彩虹等 展出黃色橡皮鴨造型圖案 給市民打卡 由荷蘭藝術家創作的巨型橡皮鴨 07年以來去過澳洲、巴西等地 2013年第一次來香港 在維港展出 當時只有一隻高16.5米 逗留一個多月 吸引近百百萬人次欣賞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其他消息 恒生指數中吳修市 係報一萬八千三百百十三點 升一百四十九點 總成交超過七百五十七億 再會約港股 盈富基金升一號 騰訊控股升十個二 阿里巴巴升九毫半 恆生中國企業升六毫六 美團升五個六 南方恆生科技升八千二 勁動集團升五個七 友邦保險升九毫半 比亞迪股份升兩毫 快手升一個八 再看看其他主要藍籌股的表現 匯豐控股跌四毫 友邦保險升九毫半 縱移動跌一毫半 港交所升五個六 香港中華煤氣升一仙 恆生科技指數報三千六百九十八點 升七十一點 互港通額度使用方面 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額度餘額大約410億人民幣 投資內地A股的互股通 每日額度餘額大約533億人民幣 內地投資內地A股的新股通 每日額度餘額大約499億人民幣 內地股市上證綜合指數升13點 深淨成分指數升93點 零售管理協會說 業界在經濟復償後仍然面臨挑戰 期望政府協助業界解決人才需求 而未來在零售業復甦路上 仍然是面對外外環境 經濟不明朗的因素影響著 以及是租金上帳 人才不足等等的挑戰 而在各行各業都搶人才的年代裡面 零售業界面對極大的挑戰 極之需要吸納本地 甚至是大灣區的人才加入 以提升我們香港作為購物天堂的競爭力 而我懇請特首和有關的官員 加強推動職業專才教育 大力支持零售業界 人才發展和培訓 同時也是推動大灣區人員流動 幫助業界解決人才短缺而未至急 游分析師說 六月並不是傳統的旅遊旺季 加上內地經濟增長奉換 預計下個月澳門的博彩收入增速或會減慢 行業全年整體表現要視乎內地經濟的復甦進程 我想很多內地居民第一波抑壓的出油需求釋放之後 之後大家慢慢冷靜 可能要去找工作賺點錢 預計的賭收是慢慢恢復 因為我們隨著看到一些交通開始又開了 還有一些酒店又開始推出 其實理論上是好的 但是也有一個隱憂就是 始終內地的房地產市場壓力都很大 這個有影響 第二就是如果內地開放更多國際航班的話 有機會分駁澳門的客流量 其他消息 美國一個退休警察和兩個中國公民 被控參與脅迫一個居住在美國的中國公民回國 案件在紐約開審 中國駐美大使館說相關指控迅速造謠抹黑 被指有份參與脅迫活動 逆陰勝珠的男人 星期三出席聆訊之後 離開美國紐約的聯邦法院 他和另一名同系中國公民 逆陰性鄭的男人 以及紐約退休警察 現在是私家偵探的默克馬雄 2020年10月在紐約和新澤西州被捕 法庭文件顯示 姓朱的被告和其他人 在2016年聘請默克馬雄 長期監視一名住在新澤西州的中國公民 法庭文件雖然沒有提及那個中國人的聲明 但當地傳媒說 是武漢市前法國委主任徐進 徐進2010年移居美國 和定居當地的女同住 兩婦女被指貪污受賄 分別在2012和2014年被中國政府通緝 而案中姓鄭的被告 2018年企圖闖入徐進徐所 並在門上留下字條 說徐進若回國坐牢10年 他的妻兒就會沒事 三個人被控充當外國政府的未註冊代理人 最高可以判監10年 中方一直強調中國執法機關嚴格根據國際法開展對外執法合作 充分尊重外國法律和司法主權 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 有關行動無可非議 美方無視基本事實 對中方追逃追贓工作 進行誤捏抹黑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無線電視機者李澤浩報導 德國因應俄羅斯對德國駐俄大使館 和相關機構的人數設定順行 要求俄羅斯在今年年底之前 關閉四間駐德國領事館 目前俄羅斯在德國一共有五間領事館 分別在穆尼克、法蘭克福、波印、漢堡和萊比錫 大使館就設在柏林 至於將會關閉哪四間領事館 就會由俄羅斯決定 德國外交部星期三還宣布 會在11月之前關閉德國駐俄羅斯三間領事館 俄羅斯批評德國這樣做具挑釁性 將會採取行動回應 各位按照外林可營,先看看財經消息 恆生指數中吳修市是佈18,383點 升149點,總成交超過757億 最後一講股 刑副基金升一毫 騰訊控股升10.2 阿里巴巴升9.5 恆生中國企業升6.6 美團升5.6 南方恆生科技升8.2 徑動集團升5.7 友邦保險升9.5 比亞迪股份升2 快手升1.8 再看其他主要藍籌股的表現 匯豐控股跌4毫 友邦保險升9.5 總移動跌1.5 港交所升5.6 香港中華煤氣升1 恆生科技指數報3698點,升71點 內地股市 商證綜合指數升13點 深淨成分指數升93點 財政部計劃今年在本港發行300億元人民幣國債 國債將會分四期發行 第一期國債將會於6月14日招標 總額120億人民幣 當中兩年期佔60億 三年期佔40億 十年期佔20億 具體發行安排會由香港金管局處理 至於其餘三期人民幣國債規模各佔60億 其他消息 馬麗醫院早上塌樹,沒有人受傷 大樹橫臥在馬路 消防到場用工具腳斷,並且將樹幹移到路旁 早上9點,馬麗醫院行政大樓對開的斜坡 一棵大約10米高的大樹倒塌 現場交通一度受阻 馬麗醫院說,事件沒有影響醫院服務 有關樹木曾經在3月底和上個月初完成檢查 未有發現異常情況 目前已安排註冊樹藝師進一步檢查和跟進 公務員事務局宣布今年開始 接納2024和2025年畢業的大學生投考公務員 我們由今年開始 會是融讓我們的政府部門 或者是即是在他們招聘的時候 是亦都接納在讀大學的課程 畢業之前那一年 即是如果是四年制的學位課程 即是在讀第三年 或者是如果招聘稍稍早一點做的話 就是將會升讀第三年的同學去申請 這些同學如果去成功的話 就會提早或聘 他們要符合特定的條件 包括在指明的時間裏面 完成他們的學業 拿到我們要求的學歷 在畢業之後就可以加入政府 為市民服務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 向北大院校代表介紹新安排 說提早招聘對學生、院校和政府 都有好處可以達至三贏 我們希望上述的措施可以造成三贏 對年輕的學生而言 提早獲得有條件取錄 可以為他們提供更加有保證的前途 亦都讓他們日後 他們得到那個聘任之後 可以更加專注學業、裝備自己 對院校而言可以更加好地利用資源 協助有意投身公共服務的同學 做好的規劃和準備的功夫 對政府而言 亦都可以更加貼近市場的變化 盡早網內人才加入政府 經委會調查發現 本港兩大外賣平台Foodpanda和護護送 對合作餐廳私家的要求 或者違反競爭條例 要求兩個平台改善 經委會調查發現 Foodpanda和護護送 同合作餐廳訂立協議 包括要求餐廳如果獨家合作 可以收取較低的佣金率 亦都不容許他們轉網 或者參加其他外賣平台 經委會認為這些款項 或者會妨礙新成立 或者小型平台進入市場 削弱市場競爭 兩間公司承諾修訂條款 包括刪除價格限制條文等等 私隱專員工處調查說 一間營運信貸資料附的科技公司 未有採取適當措施 防止個人信貸資料被不當查閱 或者使用等 涉及大約18萬人的信貸紀錄 公處接獲一宗投訴 投訴人說 發現自己在軟梅科技 開發及營運的 TE信貸資料庫內的資料 在不知情及未經同意下 被百間財務公司多次查閱 其中一間更加在七人內 三次查閱它的資料 公處調查發現 財務公司向資料付給兩元 就可以在五日內 無限次查閱 同一借貸人的借貸資料 軟梅科技並沒有限制查閱次數 或者監察和管理財務公司的使用情況 相關密碼設置 亦不符合網絡安全基本要求 事人專員向軟梅科技發出執行通知 指示糾正違反事項 和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 訪港旅客增加和政府派發消費券 對零售業界會有幫助 去年全年到訪香港的旅客 只是約有60萬人 但是到了今年頭四個月期間 我們就已經呼應了大約是730萬的旅客 零售業市場亦都同時回戀 在今年第一季的總消貨價值和數量 都錄得超過兩成的按年增長 展現有良好的復甦勢頭 政府推出的消費券計劃 亦都支持零售市道 對本地消費市場起了提振的作用 全年的兩期消費券 總共是為本地消費市場 注入超過300億元的購買力 黃色巨型催氣橡皮鴨下星期六開始 在維港金鐘天馬公園外展出大約兩星期 兩隻高18米的巨型催氣橡皮鴨 上個星期已經在青衣試水 下星期六開始 市民可以在天馬公園 和中西區海濱長廊見到他們 主辦方說視乎天氣等情況 預計展出大約兩星期 另外港鐵即日開始在18個車站 包括金鐘、中環、彩虹等 展出黃色橡皮鴨造型圖案 給市民打卡 由荷蘭藝術家創作的巨型橡皮鴨 07年以來去過澳洲、巴西等地 2013年第一次來香港 在維港展出 當時只有一隻高16點銀米 逗留個多月 吸引近百百萬人次欣賞 美國一個退休警察和兩個中國公民 被控參與脅迫一個居住在美國的中國公民回國 案件在紐約開審 中國駐美大使館說 相關指控純屬造謠抹黑 被指有份參與脅迫活動 逆陰姓朱的男人 週三出席聆訊後 離開美國紐約聯邦法院 他和另一名同是中國公民 逆陰姓鄭的男人 以及紐約退休警察 現在是私家偵探的默克馬雄 2020年10月在紐約和新澤西州被捕 法庭文件顯示 姓朱的被告和其他人 在2016年聘請默克馬雄 長期監視一名住在新澤西州的中國公民 法庭文件雖然沒有提及那個中國人的聲名 但當地傳媒說 是武漢市前法國委主任徐進 徐進2010年移居美國 和定居當地的女同住 兩婦女被指貪污受賄 分別在2012和2014年被中國政府通緝 而案中姓鄭的被告 2018年企圖闖入徐進寺所 並在門上留下字條 說徐進如果回國坐牢10年 他的妻兒就會沒事 三個人被控充當外國政府的未註冊代理人 最高可以判監10年 中方一直強調中國執法機關 嚴格根據國際法開展對外執法合作 充分尊重外國法律和司法主權 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 有關行動無可非議 美方無視基本事實 對中方追逃追贓工作 進行誣捏抹黑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無線電視機者李澤浩報導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新官復養 李顯龍今早在社交平台上載一張 新官快測情陽性的相 說身體沒有大礙 醫生建議他自我隔離 直至快測情陰性 71歲的李顯龍上星期一確診 去到星期日檢測轉為陰性 雙隔四日復陽 將軍澳日出康城有單位打穿主力場 政府指令業主要收復 不少業主都會為單位進行裝修 例如更改房間或者廚房間隔 究竟裝修的時候有什麼地方要注意呢? 歡迎收看時事多面看 不少業主都會聘用設計裝修公司 維新屋裝修或者翻新舊單位 根據法例 涉及室內某些改動 是需要先向政府部門申請 如果有些涉及結構安全 例如主力場更加是不可以清拆改動 但業界反映不少裝修工程都可能涉及違規問題 情況有多普遍呢? 陳漢文從事室內裝修二十幾年 有一間自己的裝修公司 接過很多委託的他 間中都會遇到一些客戶提出特別要求 我們都會有做一些豪宅 很多時候都有些客人要求 比如說想在單位下面整個地爐 都會有的 之後要畫個洞進去整個地爐 通常都是想製一個走教 或者一個活動室的形式 通常我們都跟客人要內心去解釋 其實這樣是不合法的 除了畫洞做地爐 也都有客人跟他們提出過 想透過這個方法增加空間 比如說可能兩個單位打通 中間就有一幅主力場 中間主力場想開一個洞 是門口來的 就是會打通兩個單位 想一個單位進入 就進入兩個單位 都會有這樣的要求 通常我們都會跟客人說 其實不行 真的不行 因為我們會在奧義處 拿一些圖出來 圖織出來 就會給客人看 這個是主力場 有多厚 裡面有多少鋼筋 近日網上流傳一段影片 介紹將軍澳日出看成第一期首都一個單位裝修 片裏顯示這個實用面積681呎的單位 將三間房打通 改造成一個大的主人房和衣帽間 影片上載後被揭發打穿一幅主力場 負責這項物業管理的港鐵說 經翻查紀錄 客務處沒有收到有關單位 就改動結構的裝修申請 工程師學會指出 涉事的裝修單位拆去主力場 業主需要向屋宇處入職 主力場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在一個托著整棟大廈的櫥或者是牆身 它不單止托著樓上的層所 它在高層建築裡面 仍是頂著橫向的風力 所以又托著上面又頂著風力 所以如果這個主力場是有損位 或者是破壞了 它整體的樓結構都可能有破損 它牽涉到剛才我說過的結構構件 或者SIVO設計或者修改都需要入職 事件曝光之後 這個星期屋宇處到攝氏單位 以及上下層試冊 廚房說拆了的部分 佔那個樓層結構長百分之一 大廈整體結構沒有危險 已經命令業主展開修復 命令其實就是要求它在15天就要展開 在30天內就完成 在這個行內 我相信就算是裝修師傅 其實不會說不知道 因為那幅牆真是厚一些 鐵又會多一些 最好的做法 的確就是在我們的批准圖書上去看 鄧作基說還原單位都涉及結構改動 工序很繁複 因為它是一個我們叫做改動的工程 就要入給屋業署批准才可以施工 如果批了之後 業主也都需要聘請一個註冊成件商去施工 那麼施工的時候也都要有個 註冊結構那件事去做監管 這個還原方案就 除了可能 可能牽涉到其他的樓層 如果有牽涉到的話 也都需要其他樓層的業主 2010年土瓜環碼頭圍道一棟堂樓突然倒塌 造成四死兩傷 經當局調查 懷疑是有工人在地鋪進行拆牆工程期間 誤毀主力牆破壞大廈結構導致 鄧作基指出 拆主力牆可能引發嚴重後果 必須合乎法例要求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 今次的事件反映部分市民同 都要去做責任 可以做這樣的事 因為如果你一個人做 可能是 至於說今次很少影響 整棟大廈 如果兩個人做 就有很多影響 如果個個都做 那就沒有很大的影響 那棟大廈就有不大的危險 整棟主力不能夠運作 整棟大廈都有一個倒塌危險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 今次的事件 反映部分市民同承建商 對相關的法例認識不夠 覺得我在自己屋裏 裝修改一下東西 可能沒有人知道 在這方面 對於有關要符合法規方面 就調以輕心 也都不重視 在宣傳推廣方面 政府是做得不夠 如果大家都知道 原來這麼嚴重 可能就不會以身試法 他說除了要留意主力場 現在很多人都會打通單位 採用開放式廚房 原來這種的改裝 都有機會違反條例 有些人說 開放式廚房幾好 拆了那些廚房牆 拆了那些廚房牆 會不會影響結構 大家不知道 可能對安全有問題 防火有問題 不是開放式廚房 都是有防火門 而防火門 大家如果留意到 有個油股 它會自動刪 很多人貪方便 摘毀了它 這些其實都可能涉及 違反一些條例 住戶裝修之前 一般都會通知大廈管理員 方便裝修工人出入 和外場搭棚 謝偉傳認為 隨著物業管理發牌制度 在8月1日正式生效 物業管理公司應該進一步 加強監管單位的裝修情況 根據建築物條例 未經批准 而進行的建築公司 屬嚴重罪行 最高刑罰是監禁兩年 和罰款40萬元 除了要負上刑責 有測量師就說 要還原這次被打穿的長生 但是計聘用的專業人士 入職和監督的費用 估計就要10萬到20萬元 至於整個還原工程的費用 可能接近50萬 如果牽涉其他單位安全 甚至要承擔民事責任 如果想避免購買這些 有安全風險的單位 何據業建議 市民在買二手樓的時候 可以翻查單位物業的售樓書 查清楚業主 有沒有進行過結構的改動工程 可以用一些賣樓書 近年賣樓書資料是詳盡的 甚至每一個構件的尺寸 都標得很清楚的 我們簡單地說 如果你看到有條粗線 是一個長生的代表 而是一個比較粗的 很大機會是有結構功能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長生 我們就小心行事 不過部分建了很多年的舊樓 市民就未必找得到發展商 早年製作的售樓書 業主又可以怎樣查閱單位結構呢 保住處的白樓逃亡 都是可以申請到一般建築圖 和平面圖 加上結構圖 其實都是很清晰可以看到的 明顯看到那些長生 或者一些可以凸出來的柱 一定的 不要隨便去改動 你一定要找專門市 幫你去做個評估 如果想做一些改動 除非你真的很想 否則見到這些情況 你才要評估一下那個影響 是不是很值得 時事多面看 今集時間夠了 再見 再見